我祖父在另外一个房子的那个书法条 我把它放在群组上面好了 群组照片 然后这个风 这个是封面 你去群组上面拿 因为我前面那个有听众想要看一下 那个我的那个在另外一栋房子的背景 你去那边找 在群组那边 我放在社群那边 那个照片你们可以看一下 想看了就看了 这个他很多练了很多年 从1949年年底到50年才到台湾 1950才到台湾 年初 所以71块到了 不要再偷了 我看到很多人给我那个 那个 有一些那个人 到现在还有人在讲和平 那个就抓着十次中全会 那个莱昂那边有说了 莱昂那边有讲了 我就不重复了 他那个就是有人在捣乱 有人贴给我看的 那个什么竹老鼠是吧 还有那个 那个只是一个很烂的一个小 尖写小的看他脸像就知道了 像有心生 那个刘和平 那个深圳卫视采访刘和平都都都都都在讲说 你想武统人可以洗洗碎 咱们看谁洗洗碎了 咱们看谁洗洗碎 你以为现在这个民意可以逆转 这是不能逆转的 我十年前就计算到今天了 我公布在上面是去年 这是有证据可以回去找的 是在大选前 台湾选举前 我说国民党不要回来 对不对 是可以找的 然后果然民意起来 那个时间也到了 时间钟就咔嚓到了 进入到这个期限了 你说 所以你想捣乱不可能 那都奸血小人 那不用提 这个习大不会那么傻 这个民意会唐炸 因为这个热度起来了之后 它不可能逆转的 这个时候你说不干了 东部战区都拉出来了 你说我不干了 你看那个民意是怎么个唐炸法 因为连那个重庆的民主党派都讲 这个是我朋友 他讲说他 他只冷冷回一句 他说这个 不干不干的话 那就那 那你失去合法性 失去政权合法性 因为十九大 他共襄胜举帮来修宪连任了 十九大 因为他也是民主党派之一 那个时候也被要求 因为平常拿党的钱 因为他 那个民主党派是拿党的钱 共产党是要缴党费 大陆很好玩是这一点 那个在野党是拿执政党的钱 来监督在野党 不监督执政党这样子 拿执政党的钱 然后来监督执政党 但是是拥护 而不是 他监督是监督底下 哪一个共产党对共产党不忠 哪一个共产党党员 他自己讲说他只是一个那个什么 分职机构 分公司 他自己讲他是职工党 他是说他自己只是个分公司 分部 党的分部 只是名字改的 叫子公司 那心理是比你们更效忠 更效忠党的 但他自己在讲 那个失去合法性 那个是该换人 如果没办的话 所以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狗屁老鼠 什么猪老鼠 还有谁 那个不用讲了 那个 你还有什么刘和平 这个那个深圳卫视的 采访那个什么什么专家 这个你 你以为民意可以逆转 这也不是习近平说 说说想和平就和平的 那14 那什么什么中全会的那个 那个公布 自己瞪大眼睛看 他他那小人就是这样 他只喜欢抓那个 知智片语来 以偏概全 这就是典型民进党的做法 台湾这边已经 我很不喜欢讲两岸的事 其实我很不喜欢 可是因为身在其中 深受其害 就在我们镇上的 就是我那个 11楼的那个 11楼那一栋房子的 那个底下那一栋国中 就是发生过 女先生被奸杀 然后人家说 都不会死刑 果然没死 我被抓到那一群了 果然没死 还关着 还说什么可教话 已经荒谬到了极点了 这个谁愿意忍 什么同性恋的 反正是非全部给你颠倒了 这个戏已经演到今天已经够了 你看准不准吗 我讲那个观人你好坏 我现在这一集讲 拍个2 观人你好坏 你回到我前面 讲观人你好坏那一集 我不重复 那你可以看 看清楚是不是 时间刚刚好 就切到这个时间点 效果达到了 西门庆 美国大 美国这个西门大观人 已经手已经软了 对不对 然后武大郎 演国民党 武大郎被堵死了 爬不起来 还在那边喊名 金莲你一定会爱我的 你还想回来啊 都已经被堵死了 还还这样子 还在那边 脚在踢鬼 他脚在那边 在那边蹦 蹦个不停蹦什么蹦 然后你看那个武松是不是越来越强大了 拳头越来越粗 然后西门庆已经开始有点怕了 然后潘金莲怕被杀 拼命的搞缓兵计 对不对 你看台湾是这样 拼命搞缓兵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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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政府是不是就是那个潘金莲 他拼命搞缓兵计 那现在该是要 武松要来算账的时候了 把这个武大郎的那个绿帽烧饼铺 就是台湾 改掉了 一定 这个 这个是名义不可逆的 一定是 一定是武统 这个一定得做的 不做的话 武松会被 会被干掉 会换脚 会有人 有人来代替你演 反正梁山有108条好汉 因为武松不行就把你干掉 换另外一个人来演武松 对不对 这个自古以来皇上多了 大家都想当皇上 还会天命所归 所以那是其实是有背后有力量在操控的 导演说 你这个不能演了 那就那就完了 所以我相信一定会办的 那你说现在 继承我前面讲的 那个要把国民两党都给他送到美国去 跟法轮功会议师 对不对 这是最好的安排 为什么 因为西门庆怕了 现在西门庆 你看他是不是怕了 叫你台 那个潘青年已经在求救了 我要被打了 我要被打了 美国人还在说 你是当比肩 你去当豪猪 豪猪 要代表他怕了嘛 美国人怕了嘛 他不敢来嘛 他只能去找日本人嘛 那日本人那个又不够力 你日本人只是另外一家 另外一个不够力的 你怎么可能叫日本人去打 不可能啊 你美国西门大官人自己打不赢啊 那你还要他们去打 结果竟然叫潘青年自己当豪猪去打 潘青年怎么有能力打 那怎么办 那你说这个戏他已经不上了 最后 开头的目的达到了 可是他说回美国去怎么办 很简单嘛 剧本继续演艺演 演官人你好坏第二集 对不对 老四一定会这么演的 但是 但是这个脚本 我倒是可以建议一套 我老六 虚拟老六来建议一套 更好的 怎么样演续集 台湾一定要收回去 这不用讲 因为他已经不上当了 慢慢已经怕了 已经被读到了 美国已经体虚开始乱了 又黑命贵 又新冠疫情又党争 然后又那个 美国的政治已经很混乱了 那个国力一直在下降 他怕了怎么办 他就代表他变性了嘛 你要想先前我们搞这个绿帽烧饼铺吧 让武大郎 蒋介石来这里 演绿帽烧饼铺 是什么目的 因为你美国人想要殖民中国 对不对 你想同死中国人 对不对 所以需要一个真实的潘金莲出现 产生一个真实的潘金莲 是不是要先搞武大郎 那个菊才会架构起来啊 武松就在那边慢慢强大 让他不要去直接进到中国来嘛 那潘金莲是不是先把武大郎之后 之后他卖了一阵子绿帽烧饼就找 娶到潘金莲了 那个时候两岸是不是很和平 共事有共事 那时候的共事就是你养了潘金莲 那时候还叫兄弟有共事 现在已经没有共事了 因为潘金莲毒死武大郎了 没有共事了怎么办 他就砍 那你说同时他砍死他 他用不中计怎么办 美国人虽然衰弱了 他已经打不赢武松了 第一阶段的功效达到了 但是要我们真实的目的 要美国人死嘛 是不是要搞死老美 那是不是要演第二集 第一集一定要把绿帽烧饼收回来 不然戏就穿帮啦 那个武松一定要拿着刀 来开始要砍潘金莲了 对不对 但是西门庆躲在家里 不敢出来啦 说你去当豪猪 你潘金莲去当豪猪 怎么会这样子 潘金莲长得那么漂亮 你怎么不来 他变气了 因为他衰弱了 他变性 变性是什么意思 搞积蓄啦 他弄同性恋啊 台湾最近的同性恋游行 说是恶心大陆 事实上啊 也是一个暗示啊 就是说美国人已经变同性恋了 你赶快 他再告诉你赶快打台湾 你要这么看 同性恋你要这么看 你要赶快打台湾 因为美国变同性恋了 所以他才不管潘金莲了嘛 你去当豪猪 他抖起来 他啪 拳头不够硬啊 搞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还是要把潘金莲追杀 然后到时候台湾变所谓的沦陷区 对不对 解放军进来之后 变所谓的沦陷区 我前一集讲的 变所谓的沦陷区之后 那潘金莲又把他追到那悬崖边 他啊啊啊啊掉下去 一定要这么远 因为你不杀他的话戏不像啊 戏不像 你武松就没有能力了嘛 你武松将来怎么在108条好汉里面混 你连个西门县都搞不定 搞不定你还想到梁山来啊 这很简单啊 你中国搞不定台湾的话 你全世界人怎么看你 你还是什么中华名字伟大富贵 你还是什么强国 根本就不是了嘛 你怎么在梁山混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复仇 那个戏一定要 你连潘金莲都搞不定 你怎么混梁山 不行啊 一定要砍 对不对 武松要杀 然后潘金莲要追到悬崖边上 演艺出去跳下去 啊啊啊啊啊啊 下去 可是你说西门县躲在家里啊 不敢出来怎么办 简单嘛 潘金莲上门找 我们不是说潘金莲不是醉崖了吗 他搞积蓄啦 很简单 把那个鲁智生找来 啊这个时候那个台湾这个原本的国民党绿貌烧饼铺就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梁山招待所 招待108条好汉来 然后来商量怎么样剿灭西门县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派母大从母夜叉那些人了 因为他西门县搞鸡了 怎么办 那时候你要派鲁智生 大胡子 他搞鸡嘛 供应他的要求啊 台湾沦陷了 还是可以消费台湾话题哦 你如果前面一个讲了 你只要把国民党民进党把它赶到美国去 还是可以消费台湾 他要光复台湾啊就不是光复大陆了是光复台湾啊 啊你看去年的香港是不是 香港已经在中国手上美国人还一直想搞 他就是搞那种嘛搞鸡对不对 你想搞那种布伦搞那个鸡好 供应鲁智生 一个大胡子敲门 咚咚咚咚咚 西门轻易打开门 你是谁 我就是潘金脸啊 大胡子 潘金脸啊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啊这个这个台词很简单 因为邪恶的武松追杀到我到悬崖 我跳下去之后 本来我已经快死了 可是我看到那个法轮功 李洪志的神功法轮大法 看了那个大纪元记载 法轮功 我又重生了 但是我这一世就会变成男人 台词随便编 你说西门轻会不会相信 他会相信 原因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 人类社会有一个定律啊 你的这个言语之一 你看的都是欲望跟需求 你讲的话其实是 里面含的就是欲望跟需求而已 是非道理黑白那都不重要 尤其对西门大观人美国这种 是非黑白不重要了 只看有没有这个需要 对不对 你现在搞鸡了 那个鲁智生来 你要不要捅 你要啊 那你说他 他是潘金脸 只是勾起你过去的情欲 对不对 过去勾引你的这个情欲而已 原来你跟我同常过 是不是然后现在变了一个 我现在就是潘金脸 你信不信 你信 你信 人就是这样 从古以来都是这样 每一个你看这些 不管是 刚才我前面讲那些 什么网络上那些 那些就是汉奸嘛 那些就是伪装成 革命势力的反动派嘛 对不对 伪装成革命队伍的反动派嘛 他里面讲的事实上是一个欲望 看他自己偏执的观念嘛 是非黑白对他来讲不重要啊 你怎么解释都行 你怎么讲都行 知智骗语这样子以偏概全 他都都可以讲真道理 事实上内心里面是他的欲望 所以你这个时候鲁智生 台湾都已经变沦陷区了 台湾已经解放变沦陷区了 变收回了 然后这些台湾人跑到那边说我是台湾我要光复台湾 你会不会用 会用 他也是信跟那个大纪元河流嘛 对不对 这个安排是不是很好 我老六这个安排是不是很好 我第六门这样安排是不是很好 很好耶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鲁智生敲门说他自己是潘金莲 西门庆会不会信 喂再收回来 是不是也可以演第二集了 啊鲁智生进门了 哦 那好戏就好看了 拳头 因为你怕武松啊 那鲁智生有多强你不知道啊 他这个是潘金莲 关人你好坏是不是 第二集就上演了 而且也是关人你好坏 只是那个一个潘金莲是变多角 前面是美女演嘛 现在是猛男来演那个大胡子 粗糙了猛男来演 西门庆都同样上当 因为你只讲需求嘛 你前期的需求就是想 想要占中国便宜啊 想搞死中国人 对不对 那没有这个美女这个角色不行啊 一定要弄出来 你才会写人票 可是你现在体虚了又搞鸡了 对不对 体虚搞鸡什么 那是不是找猛男对付你最好了 敲门进去直接进门 登堂入室一个大屋子坐着 啊 夫君 我们过去来骑个而已 那 那真的是西门家就真的是很好玩啊 可是问题 请看美国现在是不是这样啊 让全世界笑话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再派 派鲁自身过去了 赶快啊 所以台湾这边 我不担心你 你不动 你不动的话 你看民意怎么躺着啊 民意怎么躺着啊 我以前讲过 我在重庆遇到那个 他就是他问我的啊 因为那时候他被上面有指示问说 要连任大家民意怎么样啊 结果他说反正我台湾人也算民意 然后一讲啊 他说没想到我也支持 我也支持 那我我提的那个要求 反过来提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啊 所以不要看那个什么什么和平发展祖国统一 和平跟祖国跟统一已经分开了啊 那里面就是正正正正是能玩的文字游戏而已啊 那和平发展跟祖国统一分开的 然后东部战区也拉出来了啊 然后民意也沸腾了啊 也够热了 台湾这边也够挑衅了 对不对 一切也也触动反分裂国家法了 他说的和平统一以无可能 是不是三个启动要件之一已经启动了啊 和平统一以无可能 然后这边昨天那个蔡英文 知道也知道那那个不是讲真的 那他就马上又又发表了他那个挑衅的言语 对不对 哦一切在在都在告诉你你不能不做啊 不能不做 所以快点啊 还是回到前面那个临时演员 我们受不了了 你赶快组织鲁兹升过去就对了 这个戏 关人你好 第二集 台湾变沦陷区 你看这个剧情多好 台湾变成沦陷区 回去统一 对不对 台湾变统一了 被解放军解放了 以台独分子的角度来看是沦陷区啊 以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也是沦陷区对不对 那这再组织一个演员 直接到美国人那边去敲门啊 情和印 过去我们在一起 戏本观人啊 可以唱鬼话 唱鬼话 因为他们就要听鬼话嘛 你就唱给他们 那个那个 金剧的那个腔调就可以拉出来了啊 那就让那个大胡子去唱 他叫潘金莲 无所谓 当事人信就好 而且他也会信 他都搞积蓄了 怎么会不信 欲望 还是我先回到我前面那个人类的社会定律啊 他讲的话 他脑袋里面只想着是欲望啊 他符合我的要求 欲望跟要求而已 需求而已 只要需求达到了 那个话只要就圆过去就行了 圆过去 转的过去就行了嘛 潘金莲掉香牙 出来变五字身 他还叫潘金莲 拿他给搞鸡 那你看他怎么登堂入你西门庆家 把你搞死 重点就是要你西门庆死 对不对 那最后再来收拾这些汉奸嘛 也不用收拾了 就是送给在美国嘛 就在美洲嘛 反正美国到时候垮掉分裂或怎么样 他们就在那边继续嘛 就在那边就好了 那就是他的片酬 我们的片酬就回去啊 我不想再讲两岸事情 真的不想讲 我只是想讲一些高端的事 因为有些播主 他就怕没有两岸的话题讲 包含那个刘和平 他就在消费这种话题 消费地缘政治的话题 但是他的 他永远提不出可行的事情 可行的方案 所以这种专家被我遇到 我一定是揍他的 我一定揍他 一定揍他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大家就清楚了 这个大家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用各自的人脉关系 努力继续垂温 绝不给他降 然后直接到那个各种关系到北京去 加温告诉你 以前我有管道的 我的管道断掉了 我跟你讲过了吗 我跟你讲过 那个断掉 他去世了吗 不然的话 他那一封信 我是可以写 写下我的那个历史行情给你看 你不干 你试看看 这就恐恶性 你不信 你试看看嘛 你不 不可能不信啊 不可能不信 因为原因是什么 这对他有利益 也有好处的 今天你要当万岁 心里在想 不然就又回到我前面了 你不干的话 你在梁山怎么混 我问你 你在梁山108条怎么混 中国还是强国吗 你在108条好汉 你不要讲中国在国际是不是强国 不讲这件事 就讲你在党内怎么混 就在你那个梁山圈子里 你怎么混 你没有攻击 你怎么混 你后面讲的话 谁信你 是不是有人就要挑战你了 你那个心让出来了 你不能当天刚心 还是天什么心的 忘了 武松 你连你那个 会把你哥哥堵死的 那个潘金连你都搞不定 你怎么混梁山 人家马上挑战你了 你马上是不是就得让位出来了 那这个这个心 是不是让别人来演 让别人来动 哦 就在你党内怎么混 这就这么简单 你混不下你你照不住 我不讲了 所以各位大概大家尽量 努力一下 再继续催吻 绝不放手 我不管 演习现在还在继续啦 还在继续 我查了一下 还在继续演习 那就绝对不能给他停 绝对不停 继续催吻 movie 也许 再继续 有一 jedes一 没诠采 优优抛 你 感谢观看